上海一小区团购了河马套餐 拿到的却是辽宁捐赠物资 一场误会 近日 微信圈群和短视频平台 流传闽航永送路一小区组织团购了河马套餐 居民收到的却是辽宁捐赠上海的物资 质疑居委会将捐赠物资当前卖 画面显示 居民收到的蔬菜包装袋内有辽户一家 携手抗议的宣传指 网传说法是否属实 4月15日 上海辟谣平台从米航区多个部门获悉 属地政府确实与河马公司协商 通过集中下单 集中配送的方式提供保供套餐 但由于物流及套餐匹配度的问题 未能完成配送 经协调 河马已为居民完成全部退款 为了照顾到以下单的居民 对生活物资的迫切需求 属地政府从4月13日收到的良宁捐赠物资中 紧急调配一部分物资 免费发放至他们家中 由此导致部分居民误以为是河马的保供套餐 实际上并不存在网传将捐赠物资当前卖的说法 目前相关视频发布者也更新并做出澄清 经核实之前所发视频消息部署时 限于易增证 造成了不良影响 很抱歉 居民行区方面进一步介绍 对于辽宁省援助的物资 处以紧急调配的 剩余物资以爱源计划 对轮道的居村免费发放 此后还有几轮保供物资会持续发放 急需生活物资的居民 可与所在居委会提前联系